0403地震讓西寶國小對外道路中斷 45位學生至今都在富士國小就讀 而今年度畢業典禮 雖然無法回到學校舉行 但在學生家長的支持下 移到了民宿舉行畢業典禮 讓六位畢業生不留遺憾 仍是擁有了一場圓滿 且難忘的畢業典禮 我喜歡邊唱歌邊學 家長表示 學校應該要持續在西寶台地 繼續辦學 讓喜歡原住民文化 及山林保護的學生 有更適合的學習場域 讓文化傳承得以延續 連日地震加上豪雨 臺八線路況仍是不穩定 讓西寶國小師生即使校舍玩好 也無法返回校區 中橫公路我們大概每個月 都會跟公路路段那裡做 有關公路管制 還有搶修附件進度的一個聯繫 那目前公路段他們之前的訊息 是大概八月份 現在目前都是通車的 但八月份之後 路況會是燒好 慢慢的大客車有機會可以通行 那我們對於整個公路的安全 我們相信到年底 應該會相對的好一些 那我知道整個要到 包括民隧道整個完成 也許要三到五年 一切都還算順利的話 也許我們這個學年 待在舊的台灣觀光學院那裡 那一年之後 也許我們有機會 再評估是不是做返校 回到西寶國小去上班上課 西寶國小是一所住校型的學校 學校以生活生態生命為特色教育 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有著最美麗森林國小之稱 學生以及家長還是希望 西寶國小未來能夠回到原來的校區 延續特有的森林辦學環境 原市記者樓 花蓮壽風採訪報導 又是很高興